嗨,大家好,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我是小瑞,祝您今天拥有好心情 前几天推荐给大家一个TrackGPT和GPT4不需账号免费安装使用的方法 可惜FreeGPT WebUI在视频发布每两天后就下线了GPT4 3.5的几个版本也急不稳定,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小瑞很过意不去 所以,小瑞再来更新一期,推荐大家几款可免费使用GPT4的网站,将公布过一下 首先要说明,官网TrackGPT Plus用户开放插件后比外面这些调用API的应用要强大很多 这几天Code Interpreter代码解释器开放后就更是如虎添翼 所以大家考虑自己的使用场景,如果是生产力需求,小瑞建议直接花钱上官网,下面看推荐了 第一个,Proplicity Proplicity可以联网,这是它最大的优势 这里的GPT4每4个小时可使用5次,不过默认免费的模型因为有网络也有一定的可用性 问他鲁迅和周树仁的问题,他的回答有些不太聪明的样子 不过我上一次提问他回答的是正确的 因为有网页来源参考,可以帮助确认问题回答的准确性 切换到GPT4模型 他的回答没有问题,网页来源也会多两个 这次我们让他帮我搜索在本周全球最新发布的生成式AI应用 可以看到,回答都局限在中文的新闻范围内 你也可以换种方式提问,让他搜索英文网页信息 点开链接,都是真实的 再问问免费模型 因为上面有答案了吗?开抄了一遍 第二个,Po Po中的GPT4每天只可以免费使用一次 但是他集成了多个语言模型,可以很方便的比较使用 并且有稳定的3.5和免费版Cloud 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够用了 另外,Po现在还集成了GooglePo 由GooglePo2提供支持 用不到Bard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这里使用 不过,这里不是联网的 数据至2023年2月 还有他目前仍然不支持中文 第三个,Po 小瑞推荐使用非默认的更有创造力的小红 如果你的病在浏览器中常常出错 那么推荐你使用Skype中的病 它似乎要比Edge里面的更好用一些 电脑中面板手机板都可以 第四个,WRTN 这是一家韩国网站 聊天功能下有ChatGPT GPT4 GPT3.56K和GooglePo24的模型可选 这里可以无限次免费使用GPT4 并且还可以在聊天的界面上完成VI绘画 它的界面是韩文 我们先翻译到中文来了解一下 这些按钮都写的是什么 不过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不要翻译 它会很容易出错 比如,你看我点这个 就会出现这样的页面 我们再重新回到首页 可能因为前段时间中文用户的涌入 他目前已经不支持中文对话 不过不要担心 小瑞有些使用小窍门分享给大家 我们一点点说 先看看这里的其他功能 工具里面很多GPT衍生的服务 相信对提高你的工作效率会很有帮助 编辑里面 可以通过设定主题来完成常文本生成 插件 AI商店 这里有一些其他人创建的生成模板 你也可以创建自己的工具和聊天机器人 我们回到首页 先来试试它的绘画功能 这里翻译的是 画一下穿着宇航服的小狗吧 刷新回到韩文界面 我们点击生成看看 它很快生成了四幅图 那我们让它画画 比如输入画一只小狗 它是没有反应的 它现在不支持中文 那如果我输入Dramia Dog 它会说它是语言模型 不支持画画 所以它是支持英文的 不肯画画 是因为那句默认的韩文中 是包含一个画画指令的 输入矿里也有说 我们把这几个字符复制下来 再次输入指令 这次可以了 那如果英文不好 如何使用这家网站呢 小瑞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它支持英文中 加达中文提问 咱们试试看 Dramia小狗 它完成了指令 不仅如此 它还支持输出中文 这意味着你即便英文不太好 也是可以方便地用起来的 比如 我让它给出一些学习韩文的建议 替换上几个英文单词 用GPT4试试 只有这几个英文单词 它一样可以回答 并且输出了中文 如果担心它输出英文 也可以加入 让它使用中文回答 或者加入 Answer me in Chinese 这样的指令就可以了 比如这样 这类多功能网站 小瑞看到不少 但是好用又可以免费使用的 小瑞目前只找到这一家 快收藏起来吧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您认为我的视频有趣 或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能为我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感恩